武捷乡公所自92年实施路灯任养以来 获得许多热心公益乡民的响应支持 对乡公所在路灯管理维护上注意相当大 而目前为止乡内已经有5700多盏的路灯 每年所需的电费以及维护经费庞大 而乡公所自102年起办理路灯任养的摸彩活动 而去年响应路灯任养的民众 乡长特别抽出了益金电视、干衣机、除湿机、微波炉 空气清净机等多项奖品 乡长还用口罩来蒙住眼睛抽奖以示公平 然后也是做一个公益 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政策、政卫、很多士大人 或是说福利晚上回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些不知乖的小孩都会在路边 上海的士大人和福利 这路灯在店之后很康 这些工作就隆重消失去 所以让大家都很安全回到家 谢谢 又108年、109年的乡长与民有约的座谈会上 出席乡亲屡次建议取消摸彩 公所因此从善如流 110年起路灯任任养活动 改制政多功能生活化的礼品 今年特别挑选了适合一多功能的币来表达协议 乡亲 当然你说 一年花几十万 一坨路上一千块 花几千坡的 几百坡的路上的钱来做摩菜 真没菜 所以公所从善如流 今年最后的一次摩菜 以后我们就正式 你来点顶 一百坑一十年 你来点顶 我们公所 我们送你一丝丝丝的 这个纪念品 生化新疏的纪念品 这个生化纪念品 就是这支笔 因为你要看 这个国府的国上的时候 我们这个昂费 昂费就会堵 车底 要修理车底的时候 你这个电池把它搅拌 你就可以搅拌 让我们大家更安全 现在抓到更烦 伍杰相公所路灯任养 每盏路灯每年为一千元 香港希望各界善心人士 一起来心善施爱做公益 以点光明灯做公德的心意 来踊跃响应 点亮回家的路 照亮夜归的心 让伍杰越夜越美丽 生活环境更安全 一栏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道